Hello大家好我是小九 看到我桌边那么乱呢 也就知道我是在拍摄过程中 记录一下我的拍摄花絮 然后顺便呢给大家分享一点拍摄的小技巧 我们今天要拍摄的案例呢 就是大家肯定会看到过我这个评测 1R的这款运动相机的一个评测 那么在这个评测里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画面 所以呢正好我们在拍摄开箱的时候 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拍摄的一些小技巧 那么今天我想拍摄的技巧呢 也是要根据产品的一些特点我们来拍摄 我们知道这个1R啊是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也就是说你看它的电池可以拆卸 然后它的镜头和屏幕都可以分开 所以我想在拍摄的过程中呢 想要一个这种结合的画面 然后想通过这种定格动画来表现 那么我现在脑子里大概有一个想法 是因为它既可以当运动相机 然后呢又可以变成360的这种全景相机 所以我要拿一个这个Action 哎这里的相机 然后再拿一个360 让它一步步靠近这样 一步靠近 然后呢让他们俩转两圈 哎让他们俩转两圈 转两圈之后 然后再碰撞碰一碰撞的话 哎正好就是这些零件散落一地 哎都散开 然后呢这些零件慢慢慢慢再组装起来 组成不同的拍摄模式吧 哎现在呢我就想拍摄一个这样的镜头 所以你看我们在拍摄不同产品展示也好 或者你有新的创业也好 首先我们脑子里要有一个画面 对吧 先要有一个小剧本 因为你就是导演嘛 你告诉大家你想体现什么 我就想体现它的结合 那么我就这样导演了一出戏 那么他们呢就是我的演员 现在我们就马上开始 首先呢 还是先要把这个桌子收拾收拾 然后呢我想的是一个俯拍的效果 所以我还要找一个这个魔术腿 一会儿进行俯式的拍摄 有很多朋友总是问我啊 如果俯拍的话 用什么当做这个俯拍杆 我自己的习惯呢 就是用这种魔术腿 然后这种横臂来进行拍摄 直接找一个云台 小云台 给拧在这儿 然后把相机放上就可以了 因为它后边会有一个配重 然后呢其实它还是挺稳的 这边是一个八分之三螺丝口 这边是一个四分之一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这个横杆给掉一个头去成 因为它就是一边四分之一 一边八分之三 现在呢我们就把杆做了一个掉头啊 这边是八分之三了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云台的这个接口而定 然后我们把相机放上 你看现在就是俯拍的模式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角度 或者是我们换一个合适的镜头 因为现在呢我用的是一个广角 这个很容易穿帮了 我们一般拍摄这个定格动画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拍摄照片 就是每一个动作我们拍摄一张 每个动作拍摄一张 然后后期的时候把图片连起来 那就变成这个定格动画 其实也叫逐格动画吧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拍摄视频 我们就一直录着 然后你不停的就摆 摆的时候再空两秒 然后呢把这个视频导入后期的时候 你把这个你想要的画面再裁切出来 然后拼在一起 其实也可以产生这种定格动画 我喜欢的方式呢 就是用视频的方法 因为视频的方法不用按快门 直接录着就好 然后你只要去摆放就OK了 那么先来看看它的摆放 先找大概的位置 大概就是这儿吧 小准 放在这儿 然后从这儿走走走走走 然后转转转转转转 然后砰一下炸开 然后啪 在各种的组合 这是我想要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画面曝光不是很好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 这个光线是给我讲话用照明的 但是如果我在这个桌子上拍摄一个产品的展示 我们还需要重新的曝光 也就是用我旁边这个灯 我觉得曝光来说不是很困难 因为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曝光 除非有特殊的效果啊 但是这个光线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通用曝光 但是在拍摄的时候也是需要去做一些微调的 因为你看着这个画面 一边去做一些微调 我觉得这个差不多 大概的布置呢 就差不多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产品稍微擦干净一些 因为这些电子产品啊 太容易出手印了 所以我觉得还得带个这种胶皮手套 因为照片的话我觉得可以去修 大不了一张张修 但是如果是视频的话 你真的是没法去修这些东西 拿这种餐厅纸或者是眼镜布 我们把这个产品去擦干净 桌子也擦干净一些 因为我怕我在移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 它会追焦 所以我现在要变成手动对焦 所以很多朋友总是纠结 哎呀我买这个相机对焦不好用怎么办啊 其实我觉得对焦的时候啊 可能最多的就是我们拍摄vlog 或者拍人的时候 用自动对焦用的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拍摄一些产品或者展示的话 肯定用自动对焦非常非常少 那我们大概来一遍啊 从镜头外吧 往这走 其实它的这个步伐大小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而定啊 那比如说我们一步步来 现在其实已经录着了 我们就开始走 等两秒 走 等两秒 走 等两秒 走 所以我觉得拍摄呢不是很大的问题 最大问题就是你的耐心 哎到了重点了 我们需要让它去来回的两个盘旋一下 你的脑中要有这种动画 刚才我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意思360是两边都有镜头 然后我还用手搓着走 所以我现在是抬着它一圈圈转 哎转了一圈了 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在撞之前啊肯定要续个力 对吧你不可能就怕谁撞上 先往后撤一点再撞 这儿先往前一点 哎 再往后一点 再往后一点 要撞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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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哎是撞一起了 这是一个总机的画面 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些零件 对吧 1R的零件放进去 这些零件对还有电池 也大概是这个位置啊 我们先把它拿走 先搁在一起 对这样 哎这样吧对 撞 砰 然后再让它分开 每个都分开 然后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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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让他们各自都转一下 对 让它有趣味性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结合了是吧 我们先结合这个4K广角的这个 先走 这俩接着转 走 合体 这个合体了 哎终于合体一个了 然后我们再接着转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电池就要加上了 走 这个接着转 走 接着转 走 接着转 还是很累的 走 接着转 然后合并 基本上我们想要拍的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把这一段视频 直接放入我们的剪辑软件中 然后把我手穿帮的地方 也就是我动的地方 给它剪切掉 然后把它运动的每次定格的地方 我们留着 然后这样的话 你在连续播放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自动就产生了一种 定格动画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拍摄并不难 摆放也不难 最难的是 你要有一个导演的视角 对吧 想让他去做什么动作 提前我们要预计好 然后计划好 这样才能拍出非常好玩的动画 通过调整视频片段的时间长度 来改变动画的播放速度 在碰撞的时候 我可以加一个特效 或者是加一个音效 那么这个效果就更好玩了 那么好了 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小九色ECP 关于产品Broad的拍摄技巧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一键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小九色ECP 再见 拜拜 拜拜